当时的形容 就是硬得像木头一样 它的肝 长有恶流 最后确诊是 当时叫肝癌的末期 所以整天在那里 他没有出来 没有离开他 孙中山在临终之前 曾经有提到说 希望像他的苏联 好友列宁一般 能够保存遗体 工人沾仰 所以在他逝世之后 国民政府就向苏联定制水晶棺 孙中山在逝世后的第三天 遗体被移到北平协和医院 来进行防腐处理 那当时他就先被装链在一幅美式南木棺 据说孔翔西觉得这幅棺木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后来又换了一幅大的南木棺 那这幅大的南木棺呢 它是椭圆形 前方层方形 而且棺木呢 有玻璃做隔层 只要打开棺盖 可以沾仰它的仪容 它的外观呢 其外层都是由钢质镀孽 那看起来非常的荧光闪亮 在运回中国的途中 这个一个脚碰坏了 那么它就肯定就热空气了 如果用在炎热潮湿的南方的话 遗体最多只能保存20年 而且呢 由于当初遗体保存的状况不理想 孙中山的遗体 已经皮肤有点发黑的情形 那孙中山的第四官 则是从美国运送过来 订购的纸铜关 那它的制作非常考究 那外形相当的精美 那据说光是价值 就值1.5万两白银 那当时宋庆龄看得非常的满意 那后来就在碧云市 为孙中山举行的 隆重的宦官仪式 那国父你看 国父他们家的后代的男丁 也都不是很好 包括国父的儿子 葬在我们杨文山第一公墓 你看他后代生的男生 几乎都没有了 也都葬在女生 那女生上次有来扫墓 也出了问题 那像孙中山的遗体 不仅成为硬师 而且他的陵墓被钉上钉字 那又往后斜 那风水上代表后代子孙无法高人一等 那甚至会家族没落 只要是硬师没有下葬 后代的男丁通常都是笋钉 笋钉的意思代表说 男生可能死掉 那或者说一代不如一代 生病的意思这样 同官里的国父遗体 有没有火化 是不是真的成了硬师 没有开关谁也无法确定 因为他安葬在南京中山里 半酒行封闭式的牧师里 一尊由捷克雕塑家 用汉白玉雕刻的孙中山 卧向下方五公尺深处 当时从北京 夷陵南京的奉安大典 是由帮清朝皇室 办理脏仪的老字号 日升杠房负责 1929年5月26日 24名杠夫 从站错的碧云寺 将棺木移出 出了这个碧云寺 换成是32岗 到了一和园的万寿山 再换成64岗 64岗每8步换一步 最高规伯的一种礼 搭上火车专列 从北京到南京浦口车站 灵鹫在登上军舰威胜号渡江 抵达南岸下关码头 最后以汽车运送至修建三年 才完成了南京紫金山安葬 不过之后却有一段插曲 原以为已经火化的孙中山内葬 却被收藏在北京协和医院 作为研究之用 外传后来日军侵华 被日本人带走了 后来辗转流到汉奸楚明仪手上 后来才有蒋介石 把楚明仪手中的这些内脏 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交回给 孙中山的儿子孙科 其实根据后来的研究 孙中山的死因并不是肝炎莫奇 这是他死后的尸体解剖的 肝脏的情况 尸体的病理是证实他是肝的 是胆囊癌转移到肝的地方 转移到的不仅仅是肝脏 还有肺脏结肠等等好多地方 经过二十几天的放射治疗都无效 至于孙中山使用过的四副棺材 除了一起下葬的子童棺之外 第二副南木玻璃棺 放在曾站错孙中山遗体的 北京碧云寺 作为孙中山先生衣冠种 苏联水晶棺呢 则存放在奉安石亭林的 普明庙绝殿 后来改为孙中山纪念堂内 唯有第一关美式南木棺 不知去向 多年后出现一丝线索 传出是在京剧大师 梅兰芳家中 京剧大师梅兰芳逝世之后呢 他的长子梅宝称 回忆录里面有提到说 后来得到周总理的亲自批示 给梅院长安息之用 如果这段回忆录所写 辅实的话 那孙中山的第一关 后来就成为梅兰芳安息之处 如今两岸路名叫做中山的 有两百九十三条 公园有九个 纪念堂也有十六座 一位伟人的牺牲 他的精神永存于世 我希望你能够够的